全班最丑的女生被毒蛇咬中了狱卒 再过几分钟就要毒发身亡 可同学们都嫌弃她长得丑 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忙 只有我忍着酸味为她吸出了蛇毒 这才成功把她救下 而且为了防止她想不开 我还主动提出和她坐同桌 别人都觉得我疯了 居然对一个丑女这么好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 顾连依其实是个大美女 她只是和闺蜜打赌半丑 想体验下退去光鲜的外表后 在校园生活会怎样 而我之所以知道她的秘密 是因为我有看穿女人心事的能力 所以我要在其他男生还没发现之前 将这个校花级别的女孩攻略 第二天我刚来到班级 就看到自己的座位上放着一杯奶茶 红桌顾连依坐在旁边发呆 她今天办得似乎比以前更丑了 这是你买的奶茶吗 那路上经过奶茶店 想着总不能自己独享吧 所以顺便也给你买了一杯 也算是对昨天那坚实的感谢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你的好意我收下了 就在这时 班长柳如烟也提着奶茶走了过来 萝卜同学 这是我刚买的奶茶 给你 班上的男同学见到这一幕 顿时羡慕得不行 因为身为班花的柳如烟 不仅仅长得漂亮 成绩也是非常好 唯一的缺点就是性格有些强势 对于喜欢的东西都会想尽办法地得到 而讨厌的事物则会不惜一切地毁掉 这柳如烟天天天给我买早餐送饮料 到底是安得什么心 以她的性格应该不会喜欢上我的啊 就在此时 系统的声音突然在我的脑海响起 等检测到宿主当前环境已为你激活系统 请开始你的选择 选择一 接受班长送的爱心奶茶 奖励现金一万元 选择二 拒绝班长送的爱心奶茶 并想办法让班长对你的好感度下降 好感度下降越多奖励越高 当前班长柳如烟对你的好感度为负六十 竟然激活了系统 不过柳如烟对我的好感度居然是附属的 这副六十都已经达到了憎恨的地步 那她为什么还要向我献殷勤 不会是有什么阴谋吧 既然如此 我还要给你什么面子 不用了 我不喜欢喝奶茶 你拿走吧 还有 你以后也别送我东西了 当个女田狗有什么好的 柳如烟文言突然目光呆滞 这句话犹如一根针 狠狠扎在她的心窝子 然而我接下来的动作 直接让她火冒三丈 只见我一把抢过顾连一手里的半杯奶茶 随后大口地水吸起来 吸管上还残留着她口中的芬芳 顾连一见状心中一惊 立马从脸红到了脖子根 而柳如烟此刻已经怒不可遏 既然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说自己是舔狗 还说自己不喜欢奶茶 结果回头就喝了顾连一的奶茶 当面给我难堪 哼 萝卜你给我挡着 柳如烟撂下这句话后 气汹汹地回到自己的座位 而这时系统的声音再度在我耳边响起 登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成功让柳如烟对你的好感度下降30 当前好感度为负90 奖励宿主强化我之女人心技能 只要身边的女性有心理活动 就会被你知晓 同时奖励宿主过目不忘技能 系统的声音刚落 我就听到了班上几个女生的内心想法 以前只有女生离我很近时 我才能听到她们的想法 可现在能力被强化后 就算离得很远的女生 也能被我听到心声 而且这第二个过目不忘技能 简直就是学习的加速器啊 就在此时 柳如烟的心声也传进了我耳中 该死的萝卜 高一的时候你那次顶撞我 我就发誓要追求你的方式报复 我要先让你彻底爱上我 为我无法自拔的时候 再彻底把你甩掉 让你体验撕心裂肺的感觉 既然你对我爱他不理 那我就先让所有人知道我喜欢你 再慢慢让你身败名裂 成为全校的笑柄 今天你对我所做的一切 我要百倍还给你 等着吧 好一个恶毒的女人 因为一件小事就如此记恨 好在没有答应她追求 不然就被牵着鼻子走了 知道真相的我立马警惕起来 因为我知道 柳如烟绝对不会如此善罢甘休 随后我再次看向了眼前的顾连依 对不起啊 拿你当挡箭牌了 还喝了你的半杯奶茶 不碍事 不碍事的 顾连依文言连忙摇头 但她的内心却是有着不一样的想法 罗布同学这样对班长 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 在听到她的想法后我心生错愕 为了不让顾连依误会 我凑到她的耳边 小声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也太狠毒了吧 真想不到班长竟然是这样的人 所以啊 现在我这么对她 想必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她报复的 虽然不知道是怎样一种报复方式 反正冰来降挡水来吐掩 她要真敢这么做 就要做好承受我怒火的准备 我就说嘛 罗布同学怎么会这么过分 原来是班长太可恶了 趁着老师还没上课 我就和顾连依闲聊起来 结果发现我俩兴趣爱好都差不多 我们越聊越投机 直到老师走进教室才停下 同学们翻到142页 第三题必考题 头两年没考 今年肯定考 爱会不会 老师在讲台上讲得很认真 而我则用自己的过目不忘技能 偷偷地将整个高三的内容学完了 心思完全不在讲台上 相反顾连依听得很认真 但是理解能力很差 几道数学题都答错了 连依同学 这道题不是这么做的 萝卜同学怎么离我这么近 也太让人难为情了 顾连依从未让一个男生这么靠近我 脸颊有些发烫 小心脏加快跳动 萝卜同学 上课好好听讲 别说悄悄话 影响同学学习 数学老师发现我正在开小差 立马把我叫了起来 这道题你上来做 我文言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而顾连依则是有些担忧地看向了我 萝卜同学 你 放心吧 不要紧的 然后我便慢悠悠地走到讲台上 拿起一支粉笔开始做题 直到这时我才看清 黑板上竟然有两道题 这里有两道题 老师让我做哪道题啊 算了 要不然干脆就全都做了吧 做完题后 我把粉笔放进粉笔盒 就要回座位上去 数学老师却突然叫住了我 萝卜同学你先等一下 老师还有什么事吗 这时我才发现数学老师 以及全班同学看我的眼神有些怪怪的 坏了 这道题老师还没讲 我不小心把老师等下 要讲的数学公式也做出来了 萝卜同学 这道题你是怎么会的 我 我看一遍就会了 看一遍就会做了 那你来讲讲这道题的做法 随后我便详细讲解了这道题的做法 以让大家很容易理解的方式 听得数学老师按字点课 这小家伙比讲的比我还要详细 更容易让人听得懂 真是一个小怪物啊 好 你先下去吧 当我回到座位上 同桌固连一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萝卜同学 你是尖则生吗 你猜 我以前在班级里的成绩 一直都是普普通通勉强过了及格线 不过有了这过目不忘技能 我直接可以秒杀全校的尖子生了 哼 不告诉我就算了 看样子萝卜同学肯定是尖子生 要是他能辅导学习就好了 我现在几门课的成绩很少有及格的 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 考大学肯定比登天还难 顾连一虽然有着漂亮的脸蛋 但都是智商换爱的 罗布同学 跟你商量个事好不好呀 什么事 你学习一定很好吧 能不能辅导我学习呀 当然这也不是白让你辅导我 你以后每天的早餐午餐 我都包了怎么样 这主意听着貌似还挺不错 就在这时 系统的声音却再度响起 登 检测到宿主当前处境 请开始你的选择 选择一 拒绝顾连一的请求 奖励最新手机一步 选择二 同意顾连一的请求 并让他在第一次模拟考试中 成绩排名进入前二十 奖励未来新闻事件两件 排名越靠前奖励越丰厚 有几率获得隐藏奖励技能 未来新闻事件 这奖励也太逆天了吧 若是能提前得知 某公司股票上涨的新闻 那我岂不是可以提前买入 大赚一饼 连一同学 我可以辅导你学习 但是奶茶就免了 每天给我带几块钱的 馒头豆浆就可以了 真的吗 太感谢你了 萝卜同学 顾连一文言兴奋的 差点叫出声来 当即表示要请我吃午饭 下课后 我与顾连一来到食堂 我像往常一样 点了两宿一荤 外加食堂免费的汤 总价不超过十块钱 而顾连一的盘里 不是炸虾就是排名 这一顿午饭 足足花了将近四十元 萝卜同学 你怎么不多点些菜啊 反正是我请又不要你出钱 顾连一盯着我盘子里的菜 极为不满地说道 钱都不是大风挂来的 用不着点这么多的 我又不缺钱 饭卡里充了三千呢 你这样就见外了 充这么多 你家开公司的啊 顾连一的这话 却着实把我给吓了一条 耶 萝卜同学是怎么知道的 哎呦 看不出来啊 我的这位同桌 还是个有钱人家的女儿啊 此时的顾连一 见自己吃得这么丰盛 而反观我吃的 都是粗茶淡饭 她顿时有些看不下去 然后便开始 不停地往我碗里加菜 一眨眼的功夫 我的碗里 就堆起了一座小山 而我对此也是 毫不客气照单全收 谁让顾连一 是个小富婆呢 下一刻 当顾连一放学回到住处 一进门就听到了 闺蜜的轻轻抽气声 顾连一赶紧走过去询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婉晴 连一 我想放弃了 他们太欺负人了 随后林婉晴 把今天在学校的遭遇 一五一时的都说了出来 原来林婉晴 今天半丑来到班上后 班里好多同学都欺负她 不仅骂她长得丑 还给她起了个大蜘蛛的称号 没有一个同学站出来 为她暴打不平 林婉晴为此欲欲不乐一整天 甚至产生出了退学的念头 这些人怎么能这样 太欺负人了 连一你呢 你那边怎么样了 我还好 倒是没人说我什么 对了 我之前跟你说过的 那个铜周萝卜 你还记得吗 她学习成绩非常好 我请求她辅导我学习 还答应我了 还有我中午请她吃饭 给她饭盒里 加了好多菜 她都没嫌弃 我觉得她人挺好的 一对比闺蜜的遭遇 顾连一瞬间觉得 我的形象高大上了起来 连一 你不会是喜欢上 您那个同桌了吧 你胡说什么 我们只是同学关系 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再说我们才认识没几天 怎么可能就会喜欢她呢 在二人斗嘴伴赏后 顾连一也终于卸去了妆容 恢复真实容貌的 她青春靓丽 气质典雅高贵 就连林婉晴 在她的美貌下都自行惭愧 第二天遇到笑 我便对顾连一 开始了魔鬼式辅导 不仅上课时 要监督顾连一听讲 课间还会对她 进行一对一的辅导 诶 罗伯同学 对我还真是严格 但我自己提出的要求 哭着也要学啊 不过罗伯同学 讲的比老师 讲的还要简单详细 很容易就能听懂了 过几天就要模拟考试了 在家把劲 肯定能考个好成绩的 接下来的时间里 在辅导下 顾连一的学习越来越好 很快就迎来了 第一次模拟考 下一节课就要考试了 你给我好好考 要是成绩没提上去 以后别跟我说话了 不 知道了啦 考试前我特地提醒了 顾连一几句 毕竟这可关系到自己 能不能获得 系统的隐藏技能奖励 考试的过程非常枯燥 我只感觉是 在做小学题一样轻松 很快全部做完了 我瞥了一眼顾连一 发现她正在埋头打题 看样子这些题 对她也没什么难度 第二天 老师拿着试卷走进教室 她目光扫过台下同学沉声道 这次的模拟考试 有的同学有很大的进步 也有的同学成绩落后了一些 现在叫到名字的上来领试卷 我从成绩最低的同学开始念 蔡虚坤成绩两分半 倒数第一 随着越来越多的同学被叫到名字 顾连一的小脸也写满了紧张 全班一共五十六个人 都已经有三十个人领到了试卷 不知道我这次的成绩 能不能冲进班级前十 在听到顾连一内心想法后 我抬手拍了拍她的肩膀 别紧张 要相信自己 你这次考试成绩肯定会很好的 顾连一文言顿时心中放松了下来 罗宝 这次我要是能排进前十 你这一周的伙食本小姐包了 下一刻 老师终于念到了顾连一的名字 顾连一 一百三十六分 本次考试全班第二名 此话一出全班顿时一片哗然 顾连一更是有些不真实的瞪大了眼睛 呜呜 罗宝 我激动的都快要哭了 而我正要说两句恭喜的话 确件老师拿起最后一张试卷念叨 罗宝一百五十满分 是班级唯一一个所有题都作对 满分的一个 话音落罢 轰了一下全班同学全都震惊了 就犹如一颗深水炸弹在湖面炸开一般 产生巨大的反响 而班长柳如烟却是脸色阴沉 气死我了 以前每次模拟考试都是我得第一 这一次竟然排第三局了 第一名还是自己最痛恨的罗伯 而第二名竟然是他的同桌 该死的罗伯 我不会让你得意太久的 在听到柳如烟的心声后 我顿时打了个冷战 这个恶毒的女人估计要把我恨死了 接下来要提防着他点了 以防他再图谋不轨 就在此时 我的脑海再次出现系统提示音 登 恭喜宿主完成选择任务 奖励两件未来新闻事件 恭喜宿主超完成任务 让顾连一模拟考试成绩全班第二 获得神秘技能真实之眼技能 真实之眼可看破一切虚假 不仅可以看破人的谎言 还能看透一切物品的本质 真实之眼技能真是太逆天了 有了这技能 我岂不是可以看清楚玉蛇的内部 以及看透古玩的价值了 用这个技能去玉蛇古玩市场 岂不是要赚翻了 就在我兴奋之余 我将目光投向了眼前的顾连一 却让我瞬间愣住了 只见此刻顾连一脸上的妆容忽然一点点的淡去 脸上的雀斑全部消失 露出的是一张漂亮到不像画的脸 而且它那件宽松很厚的外套仿佛透明了 露出一具水蛇腰 大腿修长完美无瑕的身材 什么情况 真实之眼还带穿透能力 这是正儿八经的真实之眼吗 不过我这同桌隐藏的也真够深的 这么美的一张脸竟然要画成这个丑样 真是暴殖天物啊 此时顾连一也发现了我在一直盯着它 顿时脸颊发烫浑身不自在 萝卜同学 你看什么呢 我脸上有东西嘛 我在看大美女 嘿 别胡说 我才不是大美女呢 我在看内心很美的你 我和林婉晴半丑打赌这件事 从来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所以不可能会泄露 萝卜同学肯定是在故意逗我呢 在我又扫了几眼固连衣后 终于依依不舍地收回了视线 自己这么一直看下去肯定会露线的 随后便在心中暗自呼叫起了系统 系统 我要查看未来新闻事件 未来新闻事件一 8月29号 天华生物集团研发出特效药 其股价连续18天暴涨66个点 未来新闻事件二 8月15号 著名女星林清月当天晚上独自外出时 被男司生犯跟踪绑架 第二天尸体在附近废弃厂房发现 这两条未来新闻事件也太炸叶了 尤其是这天华生物股票即将暴涨的事件 只要在8月11号前买入他的股票 就能够狠狠赚一大笔了 但在此之前 得先想办法筹钱才行 随后我便开始在心中盘算起来 家境一般的我身上并没有多少钱 若是像室友借钱的话 最多也只能凑个三五百 正当我为此范畴之时 忽然想到了眼前的顾连衣 嘿嘿 自己的身边不正有个有钱的主吗 这丫头肯定有不少私房钱 如果能借自己一点 到时候赚的钱五五分 双方都是共赢起不美哉 连衣同学 我想跟你说个事 萝卜同学 什么事啊 我呢 通过某个渠道知道一些内幕 知道某个股票会在近期暴涨 但是由于手头没什么钱 所以想跟你借点 股票 萝卜同学你怎么会玩股票呀 真是看不出来啊 可不是嘛 怎么样 借点我可以写这条录视频为正 不用那么麻烦了 那给你 密码是六个一 到时候你用完把卡还我就行 顾连衣嫌转账太麻烦 干脆把卡交给了我 里面是她积攒多年的全部私房钱 谢谢你啊连衣 爱死你了 说完后我哈哈一笑 忍不住伸手捏了捏她的脸蛋 此时在我的眼里看到的 并非是顾连衣半丑的样子 而是脸蛋经营青城绝色的佳人 呀 萝卜同学你讨厌 什么爱不爱的肉麻死了 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顾连衣抬起手拍开了我的爪子 双手抱胸脸颊发烫 那气呼呼的模样很是可爱 装 你就继续装 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蒙了我这么长时间 到时候不好好惩罚你都说不过去 上午的课结束后我就来到了银行 在我插入银行卡输入密码后 看到卡内的预约时我顿时傻眼了 只见此时ATM去款机屏幕上 显示着一串很长的数字 开头是数字1 后面挂着6个0 竟然有100万 顾连衣这是心有多大啊 这么多钱也敢这么放心交给自己 不过正好 足够大赚几十万了 我不假思索地把所有钱转到自己盘 只给顾连衣留了300多块的零花钱 随后用手机点开炒股软件 把所有钱都买了天花生物集团的股票 好了 从明天开始等着钱越来越多吧 不过这件事还得跟顾连衣说一声 不知道要是他知道我把他的钱全部买股票的话 会有什么反应 下午的最后一节课后 我终于鼓起勇气凑到顾连衣身前 连衣 那个傻 股票我买了 买的天华生物集团的股 哦 行 顾连衣漫不经心地回答 就是 钱花得有点多 有这个数目 我举起一根手指头 心头只感觉发虚 十万啊 不算多 那就这么愉快地说好了 到时候挣了钱无五分 此时顾连衣已经站起了身了 开始收拾起了东西准备离开 连衣同学你听我说完 我不想骗你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其实不是十万而是 爷呀 又没多少钱 没事的啦 我还有及时赶着回去 我先走了哈 顾连衣话音刚落 就一溜烟地跑出了教室 只留下我一人呆地在原地 望着离开教室的那道歉引我久久无言 在思索办赏后 我还是给顾连衣发了一条信息 将花了他一百万的事告诉了他 而此时离开学校的顾连衣语闺蜜 早已来到了一家人均消费上千的高档餐厅 他们早已约定好 今晚由顾连衣请客吃饭 连衣 你说的那个同桌 真辅导你的成绩到班级第二了 是啊 萝卜同学可厉害了呢 我之所以成绩是班级第二位 是因为第一是萝卜同学呀 提起我的名字时 顾连衣的脸上竟不知觉地带着笑语 看得林婉晴直接惊掉了下巴 呦呦呦 我们的连衣是不是春心萌动了 快说 是不是喜欢上那个萝卜了 林婉晴八卦之心顿时大起 严重怀疑闺蜜对我已经动了情 哪有 别瞎说 真的没有 真没有啦 烦死了 不和你说了 顾连衣此刻嘟着小脸假装生气 同时也因为这个问题扪心自问 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对我动了情 连衣 那个萝卜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啊 他不但辅导你学习 还没有因为你扮丑的样貌而嫌弃你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林婉晴突然发问 可把顾连衣难住了 是啊 萝卜同学为什么对别人冷淡 偏偏对自己非常好 这样的男生到底图什么呢 他是不是知道你很有钱 林婉晴突然猜测到 我之前请他吃饭 说过我的饭卡里面充了几千 还跟他说过我家境很好 那就对了 他肯定是图你的钱 不然你扮丑的样子那么难看 哪个男生会主动这么接近你 我跟你讲 如果他突然要跟你借钱千万不要借 知道了吗 此时的林婉晴非常笃定的道 而顾连衣虽然不相信我会是这种人 但听到闺蜜这样说还是心中发态 一时间胡思乱想 还是不要把自己借钱的事情告诉婉晴了 不然以他的性格 肯定会到学校亲自找萝卜当面要钱 更何况萝卜同学一定不是这样的人 很快精美又可口的食物被端了上来 两人也停止了这个话题 开始专注于消灭餐桌上的食物 一顿饭足足吃了一个多小时 两人才心满意足地准备回去了 结账时不连衣语闺蜜一起来到前台 服务员刷卡买单 您好 您的卡内余额不足 怎么可能 我这卡里有一百多万呢 顾连衣满脸错愕 事宜让服务员重新再刷一遍 您好 还是余额不足 要不您换张卡 怎么会这样 连衣 你是不是拿错卡了 林婉晴很清楚顾连衣的家境 不至于连这顿饭都请不起 我没拿错卡 今天萝卜同学说要跟我借钱 当时我没多想 就把这张卡给他了 顾连衣脸色发白哭丧着脸 只能一五一十地把今天的事情说了出来 什么 顾连衣啊顾连衣 你说你是不是傻 把一张百万的卡交给认识才没多久的男人 还说你没喜欢人家 我看你就是 爹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顾连衣文言委屈得不行 静低声地抽气起来 脑海里不断浮现出我的形象 也正在不断慢慢地崩塌 此时闺蜜林婉晴在得知顾连衣的卡被刷光后 愤怒地拉着顾连衣来到银行 连衣别哭了 赶紧去查查你的卡里面 到底还剩下多少钱了 可当顾连衣插入银行卡输入密码 屏幕上显示出内仅有的几百块余额后 现场的气氛顿时安静下来 哇靠 整整一百万就只剩下几百块了 我现在想办法联系你们学校 把这件事让他们来处理 高三生也有十八岁了 达到法定可以判刑的年纪了 骗你这么多钱 足够他在牢里待一辈子了 婉晴 让他把钱还回来就行了 没必要这样做吧 顾连衣听后心中很是害怕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这么护着一个男人 你到底怎么想的 那个萝卜到底给你喝了什么迷魂汤 顾连衣背对得哑口无言 但心地善良的他实在是不忍这么做 你等一下 我有萝卜同学的联系方式 我现在就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说完顾连衣便取出手机 打开聊天软件 然后看到好几条来自我的未读信息 眼开一看 连衣 我觉得还是要跟你说清楚比较好 省得你误会了 其实不是十万而是一百万 都让我拿来买股票了 不过你放心 明天天华生物集团的股票就会大涨 到时候会赚很多钱 你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就等着收钱吧 谢谢你这么信任我 顾连衣盯着手机久久无言 他给你发信息了 我看看 林婉晴接过顾连衣的手机 之后便一阵出神 这和我想象中有些出入啊 原来是一场乌龙 不过一百万随随便便就借人 这丫头的心也太大了 就不怕有些图谋不轨的人拿着跑了吗 别得亏这个萝卜在手机上说了 不然事情闹大对他的名声很是不好啊 而顾连衣此刻心底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地了 萝卜同学不是因为我的钱而接近我的 我刚刚还误会他了 随后便破涕微笑 这一幕让身旁的林婉晴很无语 这牛该不会是喜欢上这个萝卜了吧 天哪 我们家联衣竟然恋爱了 回家的路上 林婉晴对顾连衣的借钱行为 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评 而顾连衣则是只顾低着头与我发着信息 看得林婉晴心中极为不满 目光偷偷扫过顾连衣的手机屏幕 却正好看到我发来的一个轻轻抱抱的表情 自食一下子就炸了 好啊顾连衣 还敢说你没谈恋爱 都给你发轻轻抱抱的表情了 这次看你还怎么狡辩 这个萝卜到底是何方神圣 竟然如此轻易就把你追到手 就算你没有任何恋爱经验 也不至于第一次被追求就同意了吧 你别乱说 我跟萝卜真的没你想得那么复杂 顾连衣赶忙解释 但是越是解释越是说不清楚 只能扔下林婉晴 快步朝家走去 一回到家 顾连衣便第一时间给我发了条信息 罗宝 我可被你害死了啦 没事给我发这么亲密的表情 害得让闺蜜误会了 怎么了 我的连衣小可爱 八片 谁是你的小可爱 我脊皮疙瘩都出来了 哈哈哈哈 这样说显得咱俩关系好吗 哼哼 我跟你讲 我把全部身家都交给你了 你可别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呀 恩恩 要是全培进去了 我会对你负责的 黑黑谁要你负责 恶心 好吧 那换个说法 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萝卜真不要脸 此刻的顾连衣笑容如花 被逗得想笑却不敢笑出声来 当天晚上 天花生物集团公布一则消息 称研制出有效抗蓝癌药物 准备批量生产 瞬间被送上热搜第一 第二天天花生物集团股票暴涨 下午收盘的时候 整整涨了十个点 连衣你知道吗 天花生物股票暴涨 昨天一天时间 我们就已经赚到了十万 天呐 这么多 那你赶紧把股票卖了吧 十万块足够了 不能卖 接下来还能继续涨很多天呢 你就等着收钱吧 而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天花生物的股票果真如我所说一般 连续六天接连涨停 得知消息的顾连衣也是满脸振奋 心中对我的评价也一时之间水涨船高 而当顾连衣将此事告诉闺蜜后 林婉晴也是大胆震惊 连衣 萝卜也太牛了 我忽然也有点想买这只股票了 耶耶 我一开始跟你说这只股票的时候 是谁嗤之以鼻 说涨太高很危险要我卖掉的 怎么这回自己却要买了 哎呀 我的好连衣 我当时就是鼠目寸光吗 你就行行好 问问你那萝卜男朋友 现在买还来得及吗 林婉晴抱住顾连衣的胳膊 使劲地摇晃撒娇道 你你瞎说什么呢 他才不是我男朋友呢 难道不是吗 就算现在不是以后不早晚的事吗 好了 你就帮忙问问行不行 或者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 我自己问也行 答 不行 为什么不行 还不承认他是你男朋友 口是心非 最终顾连衣说不过林婉晴 只能取出手机向我咨询了一下 罗宝 这只股票我闺蜜也想买 现在买还能来得及吗 还可以买 不过接下来涨幅没有前几天那么多 但还是能小赚一笔的 但是我有一点 我要卖掉的时候 你那个闺蜜也必须一起卖掉 否则亏了不关我事 得到想要的答案 林婉晴立刻动用自己的零花钱 彭彭买入天花生物集团股票 足足有三十多万 而另一边 我则来到了十几公里外的城区 因为今晚 几天前系统提供的第二条新闻事件 将会在这里发生 知名女星林清月 独自外出时会遭到私生犯跟踪 并且绑架 尸体将会在附近一个废弃工厂发现 而我接下来要做的 便是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放开那个女孩 姐姐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